今天美味的食補是五花肉炒虾米 这道菜除了简单 包你加饭哟 该准备的材料就有这些 调味料就有蚝油 椰糖 如果没有椰糖用砂糖取代 首先呢我们就将我们的香茅切成小小片 这样方便我们等一下拿来捶 记得外面一层的这个香茅要拔掉哦 大概这样细就可以了 好了过后呢我们就拿我们的香茅来 锤到脆脆的 香茅锤锤锤后我们才加入我们的蒜米 红辣椒和红葱头 锤到脆脆的 锤到脆了过后呢我们才放入大概一汤匙的虾米 过后就将它锤在一起 OK锤均匀后我们就放入一边 现在我们来准备我们的五花肉 五花肉呢如果谁喜欢吃皮的话呢不需要切掉也可以的 可是今天我买来的五花肉的皮呢特别硬 所以说我就将它切掉 今天这道菜就是去皮的五花肉啦 去皮后我们就将我们的五花肉切成薄薄的一片一片切 如果谁喜欢厚的话呢也可以 因为呢如果五花肉切的薄薄的话我们拿来炒呢 那些酱料啊味道会比较入味 可是也是看个人的喜欢呀 OK大概这么薄就可以啦 好吧我们来准备炒一炒 首先热一热我们的锅 倒入少许的油 火候呢选中或小火 锅后放入我们已经锤好的材料 炒到它爆香为止 每个人的虾米呢的味道 咸度不同 所以说当你们要拿来一起锤或者炒在 我们的猪肉的时候我们先试一点点的那个 虾米如果太咸的话呢可以减少 炒到爆香后我们才放入我们的五花肉 现在这个步骤呢先干炒它 五花肉里面的那些油脂肪呢会慢慢的流出来 如果感觉到太干的话呢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的水 大概半杯水就可以啦不需要放的太多 然后呢我们就继续炒炒熟它为止 放猪肉 当猪肉熟后我们就来调味 一汤匙一汤匙的椰糖或者砂糖 一汤匙的蚝油 一茶匙的螺旺子酱 好了过后呢我们就炒均匀它 好了过后最后一个步骤我们才放入我们的红辣椒和我们的柠檬叶 这样呢我们的菜肴就会看了比较好吃 OK炒一下子就可以了 那好了我们今天的食谱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大家不妨来试试做做看 好当你们煮这一餐的时候呢 记得多包一点点的那些饭哦 我保证你们一定会加饭的 好吧如果喜欢我这个视频的话呢 记得帮我按一个like一个share 一个subscribe我youtube channel哦 下一集在煮什么 下一集再见哟 bye